物质出来 房子很简单 房子就是你学建筑的构造的 你就知道 还有很多画法 各有各的画法 还有很多是灰式的房子 灰式就是安徽的那种 还有不一样的 窗格 那么有窗 有门 这是一个 但是第二个 你就不能够说 要画整个了 就不好看了 我们就是把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不然的话 你同样的构图上 就不好看了 你也没有意义 我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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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墨 基本上你用它 用的越多 就是把它用完为止 不要去一直这样去沾墨 不要一直沾墨 这个是瓦了 对不对 很简单 就是把它一行一行的把它列出来 也不要说那么详细 那么详细的话 也看起来有点太 太故意照做 因为有光线的关系 完了以后呢 我稍微擦一下 各位懂 这就叫叉 叉的意思就是 让它有一种粗躁感 不要说太平滑了 没有 世界上除了那种 玻璃粗那么平滑以外 没有那么平滑的东西 OK 所以多有它的年代 那么你这个 就是要把这个 成就感用叉 用出来 擦完了以后呢 淡墨 淡墨 稍微淡一点的墨 有些人就是 不那个 用换一支笔 用淡墨 我就 就用上了 用淡墨 用笔度 笔度的地方呢 因为它是淡墨 水的地方多 所以呢 你用淡墨 去稍微 把它染一下 阴影出来了 有明有暗出来 防出来 OK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OK 那 防完了以后呢 你现在 你在它后面呢 你要画几棵树 杂树 我们国外里面呢 杂树 很多很多 不同杂树 不一定说 每棵都要画得成松树 也不一定 所以呢 杂树 你就看形状 你觉得 往这个地方 我需要有一个 弯的树 比较好看 好 弯的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这个树的画法 讲过一堂课嘛 然后呢 这个 要留空出来 留空出来 留空的地方就是支出来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画树最麻烦的地方呢 就是不要把它画成像草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草呢 是没有力气的 你树的话 一定要有力气 那个力量感要出来 所以呢 你不管你转弯也好 你怎么样也好 一定要有力量 我画了一个那个 我画一个直的 因为直的呢 也是 有很多是树 是直的 直立的 也不一定是 各式各样的 它的长的杆比较齐 好 各位 我在这个笔调的笔触子上面 你要 就是要学会这个 这种力量 力量感 不然的话 会跟小草一样 随风吹动 那就不好看了 OK 然后 我们再来一个 比较 就是说 有那种 梧桐的感觉的那种 梧桐树 比较 它 有这种 留白的地方 给它多一点 留白的地方 粗一点 也不会 虽然 你就该为主 将其为了 你又是心太乱 心太乱 这个树跟树之间 也要有交叉 不然的话 看起来很不真实 没有交叉的话 就好像每个都在排队一样 我们现在开始要处理它的叶子的问题了 那 那 这 这